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见面 也非常感谢各位关心MySQL 各位大部分都是Java的Programmer 或是对Java关注Java专注Java的人 那为什么对MySQL要花点时间来看看呢 我想不外乎 你如果真正看一下你的Java replication 可能90%以上或是99%以上 你后面都得要有一个database来存你的资料 那如果说你拿database来存资料 那你Java replication在外面 大部分的Java replication 它拿什么database来存它的资料 当然MySQL最多 我想八成以上的Java的database Java它的application底下database 大概都不拖定是MySQL 但相反的MySQL它前面的Foreign End 我想大概也是超过六成以上 都是用Java做的 那包含我们Oracle自己的application 它也是用Java做的 那当然我们有一部分 它是跑在MySQL 也有少少一部分 大部分的还是在Oracle database上面 那如果说你今天用了database 那一般来说我们Java跑在 Java client端 或者是你跑在Application Server上面 而如果说你今天要考虑到说 今天要高口用 我不会说只有一栏的鸡蛋 我今天有好几栏鸡蛋 那我要把这个栏子打散出去的话 你可以多放几台Application Server 所以Application Server它帮你做fail 相对下来比较容易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真正percent的data 你一般的transition data 你不会放在Application Server底下 多半都放在哪里 都放在你的database里面 那你没有transition data 没有真正percent的data的话 你做fail上面 不需要脱离带水 但是如果说回过头来 你database如果只有一个 那这个老实讲 那一个database就可能会成为 你Java application的 或者整套Java应用里面的 一个阿基里德的脚跟 阿基里健的脚跟 那这个可能就是单点故障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要顾全 一个完整的 我要提供一个完整的高可用的 一个架构的话 那database这边的高可用 我们也不得不考虑 那今天我这个地方跟各位介绍 database的高可用 然后呢 我们在Mysl的前端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driver 我们各种不同的driver 那我们用的最多的driver单 就是Java 所以相对起来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前端的 这些驱动程式 我们叫Connect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Connect ConnectJ是对Java的 Python PHP C 乃至现在流行的JavaScript 我们都有 然后我们都有 NodeJS 我们这些都有 那其中里面呢 对于Java的Connect 做的是最周全的 那JavaConnect上面 我们也有一些 特定的一些功能 特定一些参数 可以帮助你做favor 对待配上面做favor 那我今天这个部分呢 就跟各位分享 这几个部分 那这是我们一般的 免责声明 这是所有的 Eureka Presentation 一定要谈的 那如果说要做到高可用 然后要怎么样 做到高可用 但很简单 我今天又不是一篮鸡蛋 我是好几篮的鸡蛋 如果说今天这个篮子掉下来 我还有别的篮子里面的鸡蛋可以用 这是所以不会把所有的蛋 都放在一篮子里面 好几个篮子 不止一篮鸡蛋 那今天如果说 你考虑到好几个篮子 那你一个篮子里面 鸡蛋都不一样的话 老实讲那也没什么高可用可验 你必须说在 假这个篮子拿到的鸡蛋 跟以篮子里面所拿到的鸡蛋 长相是一样的 品质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那没有什么差别 那才有机会说做到高可用 为什么 你database本身 你如果说今天database是percent你的data 那今天拿两三个database 挂在旁边说 我今天要做failover 如果那两其他的database里面 没有跟你原来那个database 做同步的时候 你做failover的时候 你failover到别的database上面 还是查不到你要的资料 因为前面你做的事情都没有过来 所以高可用你要跨篮子 跨database来做failover的时候 第一个考虑就是什么 考虑怎么去做同步 对 考虑怎么做同步 那如果说你今天做同步的话 好几个database中间 怎么去把关系建立起来 把同步关系建立起来 怎么让它自动做同步 那如果说谈到马来说的高可用方案 我大概可以用这三个字来谈 独自转 自己来转 什么叫独自转呢 应该这样看 第一个 独立运作 没有共用的部分 这是马来说的最高的一个原则 高可用的最高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我没有单点故障 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高可用的database 它说我今天底下用一个shared disk 我今天要一个shared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我资料写到这个disk里面的时候 我在failover到另外一个server 还是看到同一个hardd 常会有这样的架构 那样架构的话 主要是只能做到一半 就是说你没有把所有事情做完 你只能做到server本身的高可用 但是真的落地到data里面 那个database 那个datify本身 还是没有高可用可言 那马来说最高的境界的就是 我这些高可用 不会有单点故障 我不会有shared的部分 尤其hardd上面不会有shared的部分 哪里如果说你今天做 你这个database 可能会架在内容上面 那不管是同步也好 或是你今天从client端 从你的AP端 连到database 架到一个网络上面 这网络我们今天也要高可用 甚至我今天server上面 最起码你要两个网卡 分别接到不同的switch上面 不同的交易器上面 你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配置 那另外一方面 制什么呢 自动化 就是我今天尽量不要有人工干预 资料的同步 我不需要有人工干预 故障运转也尽量自动化 我不需要今天故障了 我要打电话给你的db 说经理帮我做个切换 不要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你的时间就过去了 你很多的当态就会发生 我想很多的事情自动做 你当态能够做到最少 有新的member加进去 有新的member离开 我要做隔离 我希望都能够自动化 故障移转 今天故障移转是什么 透明的 对你的AP来说是一个透通的 AP不会感觉到说 我今天要打到哪一台server 今天第一台server挂的时候 我要今天挑哪一台server 做backer server 把它带起来 AP server最好都不要拐 AP server只要认一个IP 这IP如果说今天拉出来 可能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特定的一个switch 或者特定的router 或者是呢 我今天我的AP code 是透明的 我AP code不需要去宽系 说我底下有那么多database 分别在不同的状况 底下达到哪个database 我希望能够做到这一步 像在Jala的connector上面 就是我们的JP driver上面 Myser的JP driver上面 都有这样的feature 来支持这种故障移转 让你可以进乎你的 让你的code进乎透明的方式 来做故障移转 第一个我们先谈独立运作好了 那回过来我们要看到 看Myser的高可控方案有哪些 那我们可以从最简单 或是最常见的一种复制开始 说主虫复制 那或者是有的人 说今天我做主虫复制到 可能会有时间差 我不希望有时间差 那个时候呢 他可能说什么 shared disk 在外面很常见用shared disk 但shared disk我们并不特别的建议 因为shared disk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单点故障 可能就会有单点故障的做法 我做主背的架构 那或者是呢 我今天放在虚拟机上面 某种程度来 他可以学第四的做法 那再往上走的话 就算如果说你今天要真正做到 没有共享 然后我今天这种时间差 能够拉到最小 让我们今天时间差 尽量看不到 然后故障移转能够自动帮我做出来 也许有人就会用到所谓groupation 所谓群组复制 这群组复制 对不起 这群组复制呢 我们叫groupation 这groupation在database底下呢 它是用一种插件的方式 我们现在最新的 新版的埋伏5.7 底下就能支持这个部分 但如果说你是比较旧版的 5.6以前的版本 目前还没有 它还不支持groupation 我们新的东西才会有 5.7底下才会有 groupation 但如果说你今天要做一个 完整配套的时候 你中间会拿router 一个软体的switch 那这个router 你要绑在里面的时候 整体化的一个架构 你要在router上面 做自动favor 自动把你看得出来 你这之间的关系 然后自动帮你说 今天你组挂掉的时候 帮你带到那个secondary上面的时候 那我们有个包装叫做 InnoDB Cluster 那实际上它底下的基础 底下的基础架构 也是做groupation 或者最高的时候 最高层次的一个 最高层次的一个 一个H1的架构 我们叫cluster 我们叫InnoDB Cluster 不对 我们叫NDB Cluster 我们叫NDB Cluster 这些我们都会慢慢 为各位介绍 那这些都是处理什么 第一个是处理资料的同步 今天这两个tapes中间 有资料同步 同步完了 你才有资格说我谈favor 你favor到另外一台tapes的资料 你才能看到原来你在第一台tapes上 所看到的东西 那这是一般的主重复制 如果说你今天用mysq用过的话 或多或少你都听过 甚至你自己本身都架过这个主重复制 那这是两个tapes 也许你不见得只有一个虫tapes 你会多几个虫的tapes 三个五个甚至十个八个都有可能 那你这个主tapes呢 很简单只要开一个东西叫binlog出来 binlog我们全名叫binarlog 二进位一进制 你的AP打写写到你的tapes 这个可能是你的加码 加码写写到你的tapes 然后你今天做新生修改参数 他说Commit 当你丢Commit的时候 那他的过程是 第一个先丢到一个地方叫做binarlog 这个二进位一进制 你会把你的binarlog打开来 binarlog不见得一定会开 不是每个instant都会开 你在配置的时候告诉他 我开了binarlog 那他就会把你的所有新生修改参数的记录 记录在你的binarlog上面 那我目前的binarlog有两个format 一个是所谓roll format 另外一个叫stain-based 它是stain-based的replication 一旦转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有utility叫micebinlog 你可以直接把那个binlog 那个档案的它位进去 它可以帮你转出来明码 你看里面的音乐 update 另外一种叫roll-based的话 roll-basedreplication 它里面放的是什么 事前值事后值 如果你做这个动作 做个update动作 前面事前值是什么 事后值是什么 它放这个东西 就是roll-basedreplication 放在binlog里面 然后你的组就好了 重点是在你的从 你的从这边 你会做个配置说 我今天是从 然后我的组 database在哪里 叫它到哪个位置去找 然后做完的配置以后 你下个start-slip的命令以后 它会开两个线程 在你这个从 database上面 从 database里面 这个线程叫IO线程 在IO线程到远端去捞你的binlog 去看看说有没有新的东西 有没有新的东西 有的时候它就把你捞过来 捞过来以后 它不会由它来直接写到database里面 它就放到一个缓存区 叫做relaylog 这个缓存区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file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线程叫seeker thread 或者我们叫apply thread apply线程 它就到你的缓存区里面 把资料捞出来以后 写到database里面去 写到这个从database里面 这两个动作做完以后 这边所发生的事情 到你的从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这是它同步的方式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做得非常简单 成本很便宜 为什么 你就是拿标准的mysk 就可以做得到了 然后你就下减行指令 Change master tool 然后再加star slave 它就自动帮你做复制了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 它是所谓逆步复制 所谓逆步复制就是说 你今天写 client端写到你的主database的时候 commit的时候呢 它告诉你 你的commit成功了 它不会等 你的client端不会等 你资料说要推进到对方来 它就可以做下个动作 那这样久而久之 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 当你的这个组database非常忙的时候 可能同时几百个人 在上面做update的时候 然后你过了一段时间 你会发觉 这个relog会越长越大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说 relog做完以后它会轻掉 所以relog不长大的时候 代表说 你这没有中间没有差异 没有迟滞现象 如果说你迟滞现象 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代表说什么 这两边database不太一样了 所以同步出了问题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 你的组crash掉 然后fail到你的虫的时候 你会发觉 我前面几秒钟做的事情 到这边看不到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造成 有人会觉得掉资料的现象 如果说你的application 是不能接受任何掉资料的现象 这可能80%以上的application 都是这样的状况 除非你是少数那种做log 等等这种application 也许它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 但是像这种做transition的 比如处理到金融交易的这部分的 它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也许这个架构 就必须要做点修改 但是在这个架构上面 我们在买说5.6 应该是5.5 后期版本上面 还有一个功能 你可以配上去 就架在这个主重复制上面 我们可以做所谓半同步复制 所谓半同步复制就是说 你这个client端 它打血写到你的主database的时候 它不是马上走开来 它要等一下 等什么呢 等你的资料推荐到对方的relaylog 而不知道database怎么样 到relaylog里面 然后你的Io thread给它一个acknowledge 给你的主 说我今天资料已经捞到我的 slash server的relaylog里面 你才能做下个动作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说 某种程度来 不能说一定保证 当你这个挂掉的时候 我好歹资料到对方的server里面去了 我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消化完的时候 可能还是可以看得到 虽然不见得马上看得到 但是过了一阵子 我的sigle thread 消化我的relaylog 消化完以后 我就可以看到那份资料 你可以有看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这样的做法会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的server很慢的时候 应该说你的网路很慢的时候 中间网路频繁不够宽的时候 你会发觉它会遇时 因为你今天不能一直等 如果说对方一直没有给你回应 那怎么办 它会设定一个时间点 几秒钟 过了这个时间以后 它就不等了 它就又变成原来异步复制 所以还是回到原点 而且这个对性能的影响会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client端 你的AP端 要等 要等远端的agnodiment 那这个在有些状况底下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不太适合 所以我们现在最新的版本 我们就发表一个东西 叫群组复制 它是这样子 这些都是单独的MySQL 都是单机版 单机版MySQL 只是它底下多了一个插件 它用 MySQL它可以用插件的方式 来增强它的功能 加强了说 今天你自己写个插件 根据它API写完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插在上面 然后你自己做完配置 配置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拿到你写的功能 那groupication在MySQL底下 它是一个插件 它是一个插件 那你这个插件配完了以后 它底下会带一个group communication module 这group communication module 它在底下 帮你用Paxos Paxos它是一个state machine的 一个database的algorithm 它帮你做广播 广播到其他的 就今天写到这台server 它会把你这所有的change 你广播到其他的server上面去 广播到其他server上面去 当你广播完以后 到那边去 那边拿到你的资料 它在写之前 它会做一个动作 它会做一个certify的过程 不光是到对方去 我现在写我当下这个transition 当我在写这个transition的时候 我就会去看 我会经过一个过程叫certify 验证的过程 看看说我当下这个transition 跟别人正在进行的transition commute的时候 有没有冲到 所以冲到就是 我跟别的server中 有没有同时写同一行 同时update同一行 如果没有的话 代表当然没事 通通做进去 如果有的话 我就看是谁先sumit这个transition的 先sumit的先赢 所以通常如果说我在当下发觉 有人跟我冲到 通常代表说我是比较晚的 因为别人会做完以后会传过来 代表我比较晚的 比较晚的 它会roadback掉 然后给client端一个错误讯号说 我今天某个transition被roadback掉了 是因为重导 因为groupication重导 你可以看那个message 我之前的roadback掉 别人写的那一行 别人写的那一个动作会成功 甚至会存到我当下这个database 当下我这个database可以看得到 可以查得到的 所以我今天写的动作 我今天马上查 如果说被roadback掉的时候 我马上查的时候 我看到是别人写的东西 目前的conference resolution 只能做比较optimized 比较粗糙的这样的做法 但以后它会持续发展 以后它会 你可以设定一些rules 设定一些规则来做resolve 但目前我们将来就是这样 那这样的做法呢 它就能保证 你资料是 第一个 它是可以多写的 我们做一般来说 做主重复制的时候 通常只会有单写 但你可以说两个都写 但两个都写 你这冲到的时候 冲突的时候 它不会自动解决 你的replication就会掉下来 那我们今天这个做法 它冲到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解 它会比对 看谁先做 先做先赢 它自动resolve掉 那这样的话 多台都可以写 但你也可以设定说 我是一个primary 其他还是secondary 如果说你今天做 一个primary 其他是secondary 就好像就回到 原来的主重复制一样 这样不是完全这样子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它是以transition base 来做同步资料 所以你资料 基本上它不会有loss的现象 只要告诉你 commy成功 原则上 你在别的service上面 应该都可以查到那份资料 也许不是当下 但最起码 eventure它会查到那份资料 所以理论上 你在做favor 是比较不会有 掉资料的现象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你今天对primary 就是你database不是那么忙的话 甚至你可以做多写 如果你database比较忙的时候 那我们比较建议你是 单一个primary 其他是secondary 只有一个组 其他是吃药的database 那由这个组来做同步 由这个组来写 写万一它会同步到其他database 其他database呢 做什么呢 其他database有好多用途 你可以做写 你可以让它读 可以让它做 纯粹的读的动作 或者是你可以让它 做favor的database 今天一个组挂掉了 你这个组挂掉 它favor到任何一个database 都可以找到资料 这是groupication 那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架构相对起来 有比较简单 而且又是同步的 近乎实时的方式 近乎realtime的方式 来做同步 所以你的资料的差异 相对也要少 它架构简单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架在单机版的 这些都还是单机版的 MySQL 它底下的storage engine 都还是标准的 innoDB storage engine 没有特别的东西 只是我多了一个差点 就可以成功了 那这是groupication groupication的做法 那另外一方面 我中间完全是用 它自己内部的hardd 我没有共用的部分 不像厂商外面 做一些rack的架构 或是你今天做 做这个favor 主备这个favor的架构的时候 你会需要有一个 这个图就是表述 我的中间差异 跟主重复制的差异 这是一般的主重复制 就是你的交易 写进来以后 它会先进binlog 然后再commit到 你的存储引擎 commit到innoDB上面 然后再回复前端 说你的commit成功 你这个过程 做完commit的时候 你这个master 这个master的client端 它不会等的 它就直接 就走下一个动作了 那背后呢 它是要帮你做复制 它帮你做复制 也就是这样 就推进到reload 然后apply现成 或seql现成 帮你写到你的story engine 这是一部复制的做法 传统的做法 那如果说你做groupification 它algorithm就不太一样了 它就是说 今天你执行的时候 你这边下same same的那个动作 commit的动作 下个commit动作的时候 那它会经过 concensus的过程 中间有个certify的动作 certify就验证说 我有没有冲到 跟别人 我当下的动作 跟别人有没有冲到 没有冲到 我才会写到我的binlog 才会放到 我的story engine里面才出来 那如果有冲到的话 代表说 我今天跟别人 同时写同一行的时候 那我这边就robed 如果说 你看到这个commit的动作 commit的讯息的时候 代表说 我这份资料 也通过别人的certify 也到别人的certify 也到别人的reload 和database里面去 eventure会到database里面 那另外一方面 我其他人的database里面 也会有binlog 这跟一般的主重 是复制不一样的 一般的主重复制 你的slate server 不见得有binlog 但是你这个一定要有binlog 那这个是 它底下的制作 做运作的方式 那如果说你今天 需要一个完整的 一个架构的话 甚至你需要说 我的AP server 不需要去管我底下 我多少个database 它自动帮我做fail 我自动帮我去丢我的 我的transition到组 然后读的时候 自动在后面 绕着好几个 那个slate server中间来绕 来绕你的database的时候 那也许中间 你会需要一个东西 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可以拿一个router Maiso router Maiso router也是一个软体 你可以到dv.maiso.com slashdownloads里面 一样可以找到 它也是一个GPS的产品 也就是它也是open source 你一样可以拿出来用 对于NDAOS来说 没有任何的限制 你可以直接拿来用 在router上面 你可以用手动的方式来配置说 我底下有多少个database 或者是你可以包在里面 我们叫innoDB cluster 在innoDB cluster里面 这个还是单独的database 然后你配置说 你今天有group 这样group occasion也不需要配置 直接从什么 从这个maiso share 这是一个maiso client端 maiso client端下配置 说今天create一个cluster 然后这cluster里面 有多少个members 你把它告诉他 告诉他完了以后 接下来你的router 在开机之前 你做个bootstrap bootstrap的时候 告诉他连到某个database 当你这张做配置的时候 它会写一份资料 到它背后的metadata 就是innoDB cluster的 replication的架构里面 那个schema里面 那里面就记录说 我这底下有多少database 左右0并在哪里 它的关系是什么 哪个是primate 哪个second等等 这些关系都看得到 然后你在router上面 做bootstrap的时候 会指到某个特定的database 任何一个database都可以 那他会去读那份metadata 读那份 另外就是我这边配置 网友写的database里面 那份table 那个table里面的资讯 就会告诉他 跨database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的router 再带起来就知道 哪个是primary 哪个secondary都看得到 甚至你今天哪个下了 哪个起了都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既然有favor过程 产生的时候 router它会看得到这个metadata 它会帮你做favor的动作 它可以帮你带到favor的动作 它会帮你挑到正确的 如果说你favor 你会说今天原来的primary不见了 你favor到一个secondary 那个secondary promote变成primary的时候 那router会帮你带到正确的primary上面 你写的动作会打到正确的primary 而不会再 不会打错 因为靠metadata来帮你做 这个我们叫innoDB cluster 或者是如果说你今天要做到更高的高可用的架构 我们可以用所谓myself cluster myself cluster 大陆叫集群 我们叫虫集 myself cluster它是一个分布式的database 你知道是打散在这些节点上面 我们叫data node的节点上面 每个节点有可能是一个server 有可能是一个虚极不一定 然后你中间的API 我们可以提供多种API 最常见的API就是透过SQL的界面进来的 这是你的AP端 这是你的client端 也许你的加法层 你可以打到任何一台SQL节点上面 这个SQL节点就是一般的myself demo 只是里面的存储引擎 如果说告诉他是ndb的存储引擎 这个资料不会放在这个SQL server上面 而是到下面在data node来存 而且它是以打散的方式来存 那对于你的AP端呢 你资料存在哪一个节点上面 它是透明的 由这里面会有一个ndb API来帮你打 它也根据它的primary key 来做个hashrr来决定说 这一行是属于哪个节点的 而且我资料是双份的 最起码是双份 你可以最多可以有四份 也就是说像我们这边是12个节点的话 那你今天做双份 它就做成六个节点组 每个节点组里面的这个节点 是两两互相复制的 而且是以transaction-based的方式来做复制 所以你今天要高考用的话 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然后今天这个挂掉了 我另外一个节点上面 还有一份完全的资料 完全一样的资料 所以今天可以打到另外一个节点上面 那它的高考用 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帮我达成的 那我们就想说 各个component它是独立的 然后呢自动化的运作的话 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groupication 它的那个节点的加进 加出同步 都完全可以自动化 你做一个节点 比如说这个原来的节点 原来的组里面有五个节点 然后你做了一个节点放进来 所以变成六个节点 这个节点可能没有加入进来的时候 也许你开始是做整个backup restore方式 倒一份资料到这边 但是过了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里面还会有新的资料进来 那这里面的资料 怎么去补这个中间的差异 这个同步它会自动帮你做 你只要配进去 你配上去说 我这边是加到同一个group 我们会配它所谓group groupication的name groupication name 你是给一个UUID 它背上你UID 就直接帮你加到这个group里面去了 加进来以后呢 你告诉它 你背后的同步的server是当然 就是告诉它 sys server在哪里 种子的server在哪里 它会去跟种子server去要 它会挑一个种子server去跟它要 要差异的资料 当你差异补上以后 你这个新加进来的server 它就同步完成了 同步完成 或者相对的话 如果说你今天一个server离开的话 这是同步的状况 今天你这个online server进来的时候 它先跟它同步 在同步的时候 你这个server是不能用的 它是在recovering status 你这个table的 你查的都是recovering status 当你同步完成以后 你这个新加进来的server就变online 就可以接受你前端的写 或者是读的操作 那这是同步的动作 它会自动化 同样的如果说你有组员当掉了 或是组员下下来 你要做维护 一样你可以说 你可以告诉他 如果说你要加进这个group 你可以告诉他 stop groupication 它开始去做同步 如果说你要离开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 stop groupication 当你stop groupication的时候 它就离开这个group 离开这个group的时候 别的组他也会知道说 今天有某一个节点 应该同一个组 其他节点他会知道说 今天有某个节点 离开我们的组了 所以我今天同步的时候 不会去跟他同步 那他会看 他会自动帮你做隔离 一直到他回来 你这边再回来 修好以后下个start lubrication的时候 他又开始跟他做同步 他又开始跟他做同步 那这些动作 我们希望说 尽量是在自动化的方式来完成的 那他怎么帮你做 他基本上他有个viewID 每个节点的变化进出 然后就产生一个viewID 由viewID来控制 同样的 当你的节点中间的favor 这个今天你有一个节点挂掉 或者数据节点挂掉的时候 你的favor 你也不需要人工干预 只有cql节点 来帮你打到正确的data节点 这个完全自动化来做 同样的 你这个掉下来的节点 如果回来的时候 他自动去跟另外一个节点 这是在myster class的时候 他会自动跟其他的节点来做复制 一直到他完全同步为止 完全同步完了以后 这个新进来的节点 或是回复的节点 他又回复正常运作 又可以接受你前端的写和读的操作 那这是myster class他的一个做法 另外呢 护掌移转的话 护掌移转 我们希望说 尽量能够透明的方式来做 如果说你不是像java的programmer那么幸运 你是用其他的 比如说你是python php 那如果说你要做故障移转 python可以做到一个故障移转 但是你如果说你是php 你是c的话 我们没办法做故障移转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东西叫做myster router 这个myster router 你下载下来以后呢 你可以用手动方式来配置说 我这个router背后看了几个database 这些database在哪里 哪一个是primary 或是哪一个是master 哪一个是slave等等 这样操作 你可以配置上去 配完以后他帮你打 或者是呢 你可以把它加到我们的innoDB class 变成它一个component 那变成它一个component的时候 你的router 它就会去读你这个database里面 某个特定的metadata 它就知道说 这底下的配置是怎么样的 那有哪些server 然后这些server之间关系什么 那从这些metadata名 就会告诉它 router就会帮你直接绕 绕到对的位置上面去 那这个让你的ap 很简单 只要指到router上面 你ap不需要知道底下有那么多database 只要指到router上面 然后呢 由router来帮你绕 帮你绕你的sql指定 所以你的故障运转 也可以由router来帮你做 实际上我们如果说 这个故障运转 在router上面做的时候 它不会 应该是这么说的 第一个命令 如果说你当下这个server 跟你token那个database 挂掉的时候 不见的时候 第一个命令进去的时候 你会看那个error 你在加入上面 也是像你的condition object 在后面找不到资料 然后router也在后面找不到资料 然后你在同一个sql指定 再下去一次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绕到正确的server上面去 那它不会自动去sense说 哪一个server fail掉 它没有心跳的功能 说侦测其他的server上面的心跳 后面这达到的心跳 它没有这样做 它完全是看你 今天丢进来tracing 我丢出去 我fail掉的时候 fail了以后 我再帮你找 它是做法是这样子 那这是router 那innoDB cluster 跟router在innoDB cluster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component 那我们以后的router还有进一步的发展法 甚至应该是在整个innoDB cluster 会自动会有个后续的发展 在于什么 我们router 你可以多个router 而且甚至我们可以说 我今天每一个router 后面说指的group 是不同的group 你可以指动不同的group 帮你做什么呢 做data下定 我们在问场上有时候会碰到说 我今天database所要处理的资料 是非常huge的 我今天可能是淘宝 可能是阿里 可能是whatever 那种大型的AP 那种database 好几个peta的资料 我不能由一个server来处理 因为一个server的容量不够 没有那么大的capacity 这时候我就要切割 就是datashot 做datashot的时候 我就是好几个server 好几个database 然后我可以有不同的poss 我可以均匀分派 垂直分割 我可以横的切割等等 如果是垂直切割 我就是看到什么 按照你这个资料的行 里面某一个特定的栏位的值 做range partition 或是做key partition 来决定说 哪些资料放在哪里 那这个以往如果说 你真的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AP会变得非常非常复杂 你AP可能要改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你今天多一个server 或是少一个server 或是你今天要partition 重新再做一次的时候 你AP要跟着改 而且做得非常复杂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今天你做partition 甚至以后可以在router上面来做 这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案 目前还没有 但是以往我们曾经有过一次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叫fabry 我们有个产品叫fabry 它就是跟router来搭配 有router来帮你做dispatch 不过那个产品 现在我们已经停了 因为我们觉得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我们现在把那批人 通通通也是掉在router上面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在router上面 你的javaAP端是在这地方 你router上面可能是mapping到不同的架构 不同的高考量架构 是group location 甚至是组组写的 或是一个primary 其他secondary 是master class的 master class的所有SQL节点 看到的资料都完全一样 任何一个SQL节点都可以写 都可以写 而且是transition方式来同步 或是做复制 那复制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能后面这些slash server 我就纯认做read only的操作 我的master server 我就纯认做写的操作 master server做写的操作 然后master server 如果说我今天挂掉的时候 我可能有个favor的机制 favor的机制 也许是透过share this方式来做 但是通常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或者说如果说 你需要简单方式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或者是你后面就是直接架在什么 一个group里面 在group cache里面的group里面 然后你后面拉好几个slash server 这些slash server 可以做read only的操作 因为它平常都是开的 它可以帮你去做读 写报表 或是BI的查询 我可以在上面做 那写的动作还是打到上面来做 然后写的favor 我依然是透过group cache来做 或者我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share this方式来做 或者是你这个可能是 某一个SQL节点 某一个class的 NDB class的SQL节点 也可以 那你这favor完全是在class里面 自动帮你做 所以router你可以做这样的配置 那我们在配置很简单 你就告诉他 我听我这个router 听哪个port number 没有特别讲 default它是听6446 所以你AP案是打6446 打这个router这个IP 然后指到6446 然后告诉他 我背后是有多少台server 你告诉他我这里面 这个server之间的关系 是lovency的关系 如果是lovency 它就轮着在这里面打 而是favor的关系 它就是帮你做 主重复制读写分离的做法 router帮你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是在router上面做 实际上如果说 你今天是加到programmer的话 那很幸运地跟你报告 为什么我这个卡住了 对不起啊 为什么我的是 我的note卡住了 不知道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样对的 如果说你是java programmer 很幸运的是 我们的jddriver叫connetj 上某种程度来说可以扮演 router的功能 可以扮演router的功能 也就是你的java application 很简单 你今天做要连database后 做法是怎么样 第一个你先要createconnetj object 对 从那个阶级driver上 createconnetj object 你createconnetj object的时候 你会为一个url进去 这个url里面就放 你有database在哪里 hostname什么 portnumber帐号等等的 这个url在myser底下 myserconnetj底下 你可以给它多个主机名称 多个主机名称 多个portnumber 然后你可以告诉它 这关系是什么 这关系是replication的关系 是一个replication关系呢 做主同复制 读写分离 还是一个lobending的关系 你可以告诉它 然后你叫它code 就很简单 透过这个connetj object 直接下你seal指令 你不需要指令说 今天这个connetj object 要用哪个portnumber 要用哪个IP 不需要 createconnetj object的时候 就直接把你带进来了 所以它底下你看到的是 这样的架构 做lobending架构 或是做favor的架构 像这里可能是 今天是primary 下是secret 这是在group location底下 那connetj会帮你自动打 它可以帮你自动打 所以今天你要做读写分离了 或是你这是主从副子 你要做读写分离 它也自动帮你打 那例子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是一般的做favor的 做favor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做favor的时候 在我们的阶级driver上面 我们要用replication driver 你的阶级driver要用replication driver 然后这是你的URL 你后面可以给它多个主机名称 多个主机名称 或是多个portnumber 然后后面告诉它 后面告诉它参数 那有哪些参数 你可以告诉它favor read only 就我今天是在favor 然后我后面的slash 我说read only 或者second before retry master 等等还有很多了 比如说你今天 你的master fail掉了 你favor到secondary的时候 先promote某个变成secondary的时候 你的master要不要重新再试 要不要再试 那你要retry你的master吗 那retry你的master 多久以后你去retry它 或者你的多少次查询 你去retry它 等等这些都在后面这些property 后面这些参数上面 你可以给它指定的 那距离例子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是一个lobalency的例子 你的url可能就是 它的protocol不是一般的maiasio的protocol 后面除了maiasio还有subprotocol 你要告诉它就是lobalency 或者是replication lobalency 然后呢 你的host name host1 host2 像我这边是两个host 应该是同一个host 但是我是两个port 实际上还是两个不同的incident 两个不同的database incidence 然后后面呢 就是跟一般的database的名称啊 优胜和puzzle 重点还是这个property 你要如果是lobalency 你也有个参数要备进去 lobalency connection group lobalency connection group 给它的名称 然后呢 lobalency enable jmax true 然后呢 就可以直接 透过这个 就是create a condition object 你可以从这里面去create 一个connection object 为你的url进去 为url进去 从那condition object 你create一个condition object con 这con 你就可以set auto commit fails 然后呢 你可以下你sigual指定了 因此update delete 那这个操作 像我们这次slam meaning 或者update meaning也是这样 它就run robin的方式 在这两个server之间轮着打 轮着打 那这是java上面 你可以用这种java code 来取代你的java condition object 来取代你的router 取代你的router 那你的java code 相对起来就很容易写了 就是你只要认得你的condition object 认得你的condition object 从condition object上面去下命令就好了 对你自己要写的code 它底下有哪些server完全透明的 或者说你用data source data source replication 然后你有primary secondary的做法的话 做法也是一样 那create个driver 它的driver名称叫replication driver driver名称叫replication driver 然后呢 像这是用property的方式 你的property就位置 认定autoconnect是true 然后run robin 这是run robin lovency run robin lovency 然后给它优生点partial 然后呢 你再从driver上面建condition object的时候呢 告诉它的subprotocol是replication subprotocol是replication 然后你把你的property 围上去 优生点partial 然后autoconnect run robin lovency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设计是一般的正常的先生学 像如果说你今天没有特别给 你这continent object上面做的sql statement 都会打到你的master上面 都会打到第一台 它会自动去找第一台 它会自动去找第一台 第一台是master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要确定它是止读 它是read only的操作的时候 你这个continent object上set read only true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下面这些指令 从这个condition object上面所create起来的这些object 它所打的server就在后面这几台slip server上面来打 对你的application 相对起来也很简单 你要做的是只有这两个 这两个 甚至如果严格讲只有这一个 set re-only set re-only就行了 那这是如果说你要做读写分离的话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会给各位介绍 如果说你今天要做用java来做一个高考量的架构 除了你要多几台ap server可以帮你做favor 所以databit上面要做favor相对起来也很简单 我们在databit就有很多功能已经帮你把它考虑进去了 而且它的所谓读自转的功能通通把你放进去 让你的ap好写 让你管理更容易 就是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对付这些databit在产生favor的时候 所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想让更多的事情都是自动来做的 让你ap在做favor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手动来做切换 好的 那我的session基本上就到这个地方高一个端了 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今天大概还有两分钟可以接受一点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的session就先到这样高一个端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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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